罗台长,我1962年属牛的 62年属牛的 属牛是吧 属牛啊 腰椎肩盘突出 骨头啊,听得懂吗 骨头突出啊 62年是你,是吧 我讲话你不要生气啊 你很辛苦 你这个人一生啊 很辛苦,而且是劳碌命啊 听得懂吗 你这辈子从生出来 要开始没结婚之前 是为家 结了婚之后就是为别人的 所以你永远不会为自己的 你的就是这个命了 听得懂吗 懂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念经 而且你还 我刚刚看还有一个小鬼在你身上 就是你吊过孩子 鼓掌 听得懂吗 懂 你 你这样好吧 你想改变你自己的一生 你听听台长的话 念大悲咒 心经 还有礼佛 好吗 脾气不要这么倔 好吗 自己呢 也不要觉得我一生 我要做很大的成就 你就随缘 不要想我应该怎么做得很好 就随随便便做得不要 就觉得我应该好好地随缘就可以了 还有教你一个方法 头发弄了稍微短一点点 因为头发长的人呢 把运气都会遮掉的 听得懂吗 眼睛稍微弄了亮一点 这种眼睛实际上都遮运的了 运气都会遮掉的 当然最好方法是念经 还有你不要再吃活的海鲜了 活的海鲜了 听不懂啊 我告诉你啊 他们已经让你妇科很不好了 听不懂啊 懂啊 多叫我懂 台长讲什么话 你心中最清楚了 你的身体这个毛病 你知道害了你多惨啊 还不知道啊 知道知道 知道知道 鼓掌 我老公有半变头痛还有腰骨 我先生 半变头痛 半变头痛还有腰骨 什么 腰跟半变头痛 哦 半变头痛 还有也是腰骨 你们是马来西亚人的啦 是啊 看样子我以后要学马来语了 几几年数什么呢 1959年 熟组了 他也是 他这个 你啊 你是怀才不遇 你是很老实的一个人 但是你经常被人家挤啊 就是嫉妒啊 你听得懂吗 懂啊 你做一段时间 你就会被人家 file 再去找另外一个工作 对不对啊 对啊 很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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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头痛的问题 我告诉你 第一 叫你老婆跟你少讲话 你头就会少痛一点 你老婆一讲话 你头痛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你要说笑话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老婆身上的灵性 经常 他一头痛的时候 他就骂他老公 一骂他老公 接着他老公头痛 他一骂他就好了 听得懂了吗 所以你要帮你老婆念经 把他身上的灵性超度走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好好念经啊 没什么大问题 还有一个 你叫他 我刚刚 你告诉我 他 他属什么 属什么 属牛 属牛 我属牛 你把衣服穿得白一点 我刚刚看到你 这个猪是白猪 所以你要 你以后出去找工作 interview 全部都要身上 穿得白一点 你的 就是本相啊 是属牛的 但是是白猪 所以你一定要穿得白一点 可能会 人家都会喜欢你一点 明白了吗 明白 谢谢排长 最后 叫他每天念四十九遍 解节奏 解节奏四十九遍 心经念二十一遍 好不好啊 你心胸打开一点 好吧 还你老婆呢 是为家里做了不少贡献 但是管了你 也是真的挺严的 我求求你放开他一马吧 上辈子他是欠你的 但是你也不要太过分 听得懂吗 听我话呀 真的 听台长话 台长专门叫人家家庭和谐啊 国家平安的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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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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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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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